超市雞蛋架上琳瑯滿目 超過10種品牌 不過有民眾向平面媒體投訴 到汐止這家連鎖超市買雞蛋 明明是普通常溫區 卻發現標示需冷藏的雞蛋 竟然也混著放 擔心一般消費者不容易辨認 也怕鮮度受影響 我會怕買蛋 因為我曾經買過 壞掉 如果說你這個蛋 你已經冷藏過了 那你已經冷藏到你要的溫度 那如果你放在室溫的話 這樣子是 但因為一冷一熱的話 它會有水氣 那這個蛋它其實是容易壞掉的 冷藏蛋有一定的保溫標準 擺到一般常溫區 恐怕有變質問題 超市回應是廠商配送員搞錯了 上錯架的雞蛋已經下家退回 未來會加強門市查驗 通常雞蛋冷藏7到12度 可存放21天左右 室溫30度內大約可擺放15天 建議民眾雞蛋買回家 直接放冰箱才能維持新鮮度 還有豆腐最好泡水冷藏 維持中心溫度 否則室溫下豆腐容易變酸變壞 常被忽略的還有鳥蛋 不少小吃夜市美食 把手鳥蛋直接放在攤子上 沒有冷藏或保冰 裡頭蛋黃容易變黑或變壞 如果說有葉菜類的食材的話 你可以就是我們可以用紙 就是一般的那種紙的話 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包覆一下 小沛伯寄起來 菠菜 空心菜 香菜等葉菜類 放冰箱時再進步夾張濕紙巾 正確的保存方式 才能讓食物維持新鮮度 記者陳家豪 少日敏台北報導 很難消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